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那么这里说到 这个所谓的 是我 亦我 相战 那外道的 外道的说法 他说 色 挤我 就挤运我 一般我们就说挤运我 他就好像油灯 火际光射 光射 挤我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挤运我 这个运 这是说想行事 这个是说离运我 义我 那么 这个一般就是断见 这个是长见 这个是长见 这里其实都是长见 这里过去都是长见 因为他有一个我 这个我是挤运我 所以火挤光射 光射挤火 这个讲写错了 光射 火挤光射 光射挤火 那么所以火灭掉了 光射就没有了 就不存在了 那这个像树油也 那么这影子会树灾 那影子会变化 那这个是灵魂像 我们一般说的所谓中印生 起空分的 然后进出这个身体 那你把那个当成灵魂 把中印生当成灵魂 灵魂一般是我们的说法 道家的说法 道家把这个内在不变的这个东西 不能讲道家 道教 那么把他说是灵魂 灵魂破 破 破比较像是心所这部分 我们叫做伤魂气魄 喜怒哀乐爱物欲 就是心所这部分 就是灵魂 主体 这个是我在色中 色在我中 就好像奴普 譬如花有其香 譬如宝珠在妾 那么这个是外道对于所谓的 我戒的一个比喻 我们就做参考 他这里说到 所以他说到 眼处入处 耳鼻者胜利处入处 他讲到所谓的异戒法戒无名戒 其实戒是类别的意思 戒是这一类这一类 我们起烦恼造业最重要在异根 一意生世 了别 这个意识 因为五根感官它只是见而已 我们说它是所谓的自信分别 它只是见 重点在这个意根 一意由意生世 产生这个了别意识之后 它所谓的意志作用在产生决定 最重要的是 第一个是意根 意根对这个法戒 法戒就是这身相会出法 这一类境界 这一类的 这法这类的 戒是类 那最重要是意 意 意对这些境界 由眼耳鼻舌身 说取来的这些境界 那么产生什么 产生跟我见我爱相应的反应 所以叫做无名戒 所以它主要说有这三界 那所以 重点是无名相应 重点是无名相应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我见我爱 那我见我爱的层次有差别 有差别 像出国 恶国 三国也还有 但是它很维系 它没有那么出众 没有那么杂烂 但是凡夫就不一定 凡夫还要看 那像天人 跟三二道德又不一样 它的习惯性 它的习惯性 你像那个狗 有些狗 那个护食 那个很厉害 有些狗不会 那有些狗护食 它只要再吃 就算主人去了 它也要咬你 不然也要凶你 那有些狗 很会咬人 只会雇自己的主人 跟自己的家 那有些狗 它会保护家 但它不会咬人 即使是动物也一样 但是人 三二道是比较重的 明显的我贱 我爱非常重 那这个人跟天 它也有 但比较起来 那种习惯 那种习惯反应 那种粗重度比较没有 那甚至出国 二国 三国 出国的也还有 这样的习惯 但不重 非常少 那所以我们现在是 在凡夫地 当然是修这个 修这个 一 缘起 所以缘起可以证无我 无常可以得无我 那么从无自信里面 可以观察无我 那么我们尽量降低 尽量降低 那么由我见我爱而来的反应 这个叫做无名相应处 所以它讲三戒就是这样 一戒 法戒 无名戒 所以于此乎乎乎乎 无名处顾 其实就是无名相应处 那无名相应处 其实简单讲就是 带着强烈的我见我爱 那么在看待事情 在处理事情 在反应事情 其实就是这样 那所以 那么有些人 为了保护自己 那么不惜 伤害别人 那有些是 为了保护自己 尽量避免自己被别人伤害 那又不一样 那有透过伤害别人 来保护自己 有种种方法 比如说逃离 怎么样 然后避免自己被伤害 那么这个是不一样的方法 就是它不一样的 我见我爱 但是都是基于我见我爱 那像天人 他有那种习惯性 他即使被伤害了 他也不会选择报复 用伤害性的报复 来报复别人 不会 所以那个阿修罗 那么去打那个天人 他打书的时候 天人是给他五欲之锁 就是五欲的绳索捆绑 不是真的绑起来 就是用五欲的绳索 给他吃好的 穿好的 请天女来跳舞给他看 那么让他怎么样 让他没有要征战的心 所以他不会选择 把他抓起来或怎么样 像这个阿泽斯王 那么后来他做了国王之后 他派兵去跟波斯尼王打仗 波斯尼王跟品博索罗王 他们是有亲戚关系的 就好像波斯尼王的 波斯尼王的一个 一个妹妹的样子 然后嫁给这个品博索罗王的样子 好像是这样 他们彼此之间有亲戚关系的 所以阿泽斯王要叫波斯尼王 叫好像叫舅舅的样子 还是什么 我忘记了 好像叫舅舅 然后他们派兵打仗 然后波斯尼王抓到这个 阿泽斯王的大叔 抓到阿泽斯王 然后就去问佛陀 要怎么处理他 那佛陀就说 这样征战 他们胜者跟败者 其实都会引起不好的新手 那你就放了他 那一样 但是后来阿泽斯王 还是去打败了波斯尼王 还是又去打了 放了他 但是他没有那个新手 他听佛的话 就放了他 有这么一段次 如果是 你看 同样处理这个事情 同样处理这个事情 你像以前的皇帝也这样 那么 为了要争夺皇帝 有些把他的兄弟 因为他怕后来 因为他战了皇帝之后 他怕人都来叫 有些就把他的七兄弟都杀死 甚至有的连解命也杀死的 然后有的就是把他流放到边疆 就是让他去管国外的 那有的就给他分封 侯卫 让他管一个地方 让他没有异心 就很多不同的做法 很多种不同的做法 那你像那个 你像那个 随阳帝 随阳帝 随阳 随朝只有三十几年 随朝是一个很强大的王朝 但是它 历史上有两个非常强大的王朝 随朝跟秦朝 秦朝只有十四年 随朝好像只有三十八年 三十几年而已 那么 随文帝 跟随阳帝 都信佛很虔诚 随阳帝 是跟着智者大师的 在智者大师那个时代 就跟他受菩萨界了 但是 因为随文帝年纪很大了 都还没 还没放 还没这个 交棒 所以 其实随文帝 以历史上说 随文帝是被随阳帝害死 但是受了菩萨界 他也学过 他的师父是智者大师 但是也一样 你看他处理的方式 那个时候给他做皇帝 几十年而已 三十年好不好 他不到三十年 十几年而已 那么也没有几年 可是 然后他因为这样 他造的业就很重 他可能现在 也有可能现在还在受苦 不知道 那么 那么 那个 智者大师跟随阳帝的感情 算是非常好 就是 很投眼 甚至 智者大师说 如果 我死了后如果有能力的话 我会保护 这个 你的国土 好像有书信上有这么说明 所以你看 那个就是强烈的 我见我爱 在主导 在主导 那所以 他会造的业 越强烈 越为自己着想 那么 他有可能 就是会有一些 很强烈的反应 甚至为了得到 为了得到他 不管是明啊 利啊 不管是什么 那么为了得到他 不择所断 不记待这样 就会这样啊 那这样是非常强烈的 我见我爱 那这种强烈的 我见我爱 他容易跺三二道 容易跺三二道 那我们要避免 就是说 但是因为你 你这种东西 没有人知道 但是 大家与生俱来的 不知不觉 就会这样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 提高警觉 我们要 类似像以前那种 保密防点 小心 毁丢就在你身边 小心 烦恼就在你身边 潜伏在你身里面 心里面 随时跑出来 打你一枪 我们要有这种警觉性 所以他说绝 你要觉察 这个烦恼出来 我要小心一点 有时候你 有时候你没有办法 叫他不出来 说没办法 因为他就是与生俱来 他就有那种习惯性 你会习惯性的 为自己 那个是正常的 那个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为自己 为到什么程度 不记代价 不惜伤害别人 不择手段 那个就不一样了 那个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要让自己 就是觉察这个 然后让自己的这个烦恼 不会一直 就很自然的嘛 你就觉得这个天经地义 没有天经地义 因为你的天经地义 最后都是无情无义 所以你要把这个东西看好 所以佛陀教你要观察 自己的心就是这样 这个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不知不觉 就做这些事 不知不觉就是这样反应 不知不觉 就习惯 习惯这样反应 所以那个无名相应 就越来 越成熟 越来越浓厚 你现在不断在累积 未来的业 你现在 所以你要让你的烦恼减少 你一定要从 有两个 第一个常常观照自己 那你有时候 你观照自己不清楚 因为你看不见自己的烦恼 或是自己的烦恼 会把它合理化 那么你看看别人 那么看看别人 然后再看看自己 再想想自己 这样也是一个办法 由观察别人 然后来观察自己 然后由观察自己 再来观察别人 那么观察自己就是 我烦恼起来 有时候我也不知道 所以他这个烦恼起来 他也不知道 那么我们充分地谅解 然后有能力影响他 就影响他 没有办法影响他 不要受他影响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你有这个 你有这个共识之后 你有这个见解之后 你慢慢慢慢 你第一个 你利于不败之地 你不容易受别人的烦恼影响 我们叫做引火制焚 火不是你自己生起来的 是别人那边引过来的 我们叫引火制焚 也叫做引贼入世 贼本来是他心里面的贼 你把那个贼请过来家吃饭 就变成你心里的贼了 那你骂我 我就骂你 那一样 那是个贼 谈称心贼 所以你了解了这个东西之后 你 慕家讲的叫做 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 如理薄冰 一般没有办法 常常保持这种心态 一般没办法 但是你如果可以的话 那么你基本上 已经成功一半以上了 真的 但是渐渐渐渐渐渐渐 你那个绝招能力 越来越强 你那个控制能力越来越强 我们说过嘛 调伏烦恼 断除烦恼就四个过程而已嘛 绝招 绝知 绝察 绝察烦恼 然后能够控制烦恼 然后能够调伏烦恼 控制烦恼就是不让它扩大 调伏就是不但不扩大 还可以给它缩小 其实这样 最后断除烦恼 那首先都要觉察烦恼 从外而内 从内而外 都一样 都可以 所以观设 观内观外 一样 从过去 现在到未来 也都一样 那你如果从这个角度上 去修行的话 其实 你不用读很多经 那么每一部经 都是印证你的修行 每一部经 都在印证你的修行 真的 那你几部经 每读过一部 你就熟悉一次 读过一次 你就印证一次 那个恨 那个印痕 那个法印的印痕 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那我们不是 那个烦恼的痕 越来越深 就习惯反应嘛 所以当你这样想的话 你就是习惯 遇到境界 异界法界 不是无明界 是智慧界 所以 它不再是无明界的 不是无明那一类的 但是多数的众生 都是无明相应的 那我们当然 即使我现在 这样想的时候 我还是带着无明的 当然是 是趋向解脱的 趋向明的 所以几次以后 若一日到若七日 若一年到若七年 甚至我们可以讲 若一佛到若七佛 那么你就习惯了嘛 那么习惯了 你未来就是跟 这一类的法会相应 你遇见这样的事情 你就习惯这样想 你就习惯明相应 你就习惯智慧相应 你就习惯慈悲相应 你那个思啊 那个思啊 那个逻辑啊 那个思考啊 都是怎么样 如理的 如理思维的 而不是不如理的 那么养成习惯了 我告诉你 你才会发现 什么叫做法喜充满 真的 那么因为你随时 像华华星讲的嘛 七宝如来 从地涌出 每一个境界 都让你的七宝佛塔 从地涌出 境界 惭愧 闻舍会 你的这些 界定会解脱 你的法身 渐渐凝固 界定会解脱 解脱之间 这些就是 可以让你解脱的 正知正见啊 当然解脱之间 是说你自知 犯人以利所作与办 不受后有 但是这一些 都如理思维 会让你 渐渐 你的缘起 不是书上 无名言行 行言事 不是 你所看的 无一不是缘起 真的 即使别人 看得起烦恼的 你看得清凉 为什么 有因有缘事间几 一个大便 也是有因有缘事间几 一朵花 也是有因有缘事间几 对你来讲 对你来讲 它都是让你 生起正法的因缘 如果不是 它都是让你 任何一个境界 都是让你 生起烦恼的因缘 如果你 了解这个道理 异界法界 不是无名界 是什么 是明界 就是智慧的 是佛界 是如来界 异界法界 因为你要起反应 你要起反应 一定是 心 这个意思 对这个法的 那么 我们一般 我们一般 都是跟无名相应的 讲 讲得比较 粗一点的 就是地藏经讲的 那严福底众生 举心动念 无不是罪 无不是业 就讲这个 那其实就是 众生都在无名界里面 所以它都无名所赋 那无名所赋 就一定有爱解所系 所以 当你无名跟爱 不断地产生作用的时候 那么 它一定是长夜轮回 不知苦之本尽 那我们 我们也是长夜轮回来 但是 未来 未来 我们有终结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像 流转的这一边 我们像 缓灭的这一边走 那怎么样可以证明 不是 不是你早课 晚课 在那边念经 不是的 而是 你看到的境界 你都可以 如理思维 从缘起 从无常 从根成事 和合身处 而起 名相应处 不起无名相应处 虽然你带着无名 但是你趋向名 你带着我爱 贪爱 趋向什么 趋向离贪 离爱 离烦恼 带着烦恼 离烦恼 其实是这样的 就好像 我们 我们 有病在身 可是我现在吃药 那个病况会减轻 我现在是带着病 去看病的 带着病吃药的 当然是我吃的药正确 我的病会好 渐渐就往没病的地方 就是渐渐会没有病 会治这个病 那你不是 你带着病 再去吃什么 再去吃那一些 会让你 你不知道你有病 第一个 你不知道你有病 第二个 你有病了 你吃的药不对 你的病不但不会好 还会怎么样 加重 还会加重病况 延误病 病情 你还会这样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 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医生 最好的医生是谁 佛陀 有最好的药 是什么药 法药 佛法 你看 那我们 我们有这样的东西 虽然带着病 但 我们非常相信 我的病有一天 一定会好 当你知道 一定会好的时候 你吃药的那个情形 不会苦 即使苦 也不会很苦 其实是这样的 你那个心是不一样的 那么习惯了慢慢 你会发现到 真的病况有减轻了 你会发现到 你的烦恼减轻了 你反应的没那么厉害 以前咳嗽的很厉害 一风吹来就咳嗽 这个就是什么呢 人家讲一句话 你就骂了很多句 回了很多句 那个就是 一吹了很风就咳嗽嘛 咳很久嘛 有的咳了一年 有的咳了三年 有的咳了一天 那一样嘛 那我们现在不会啦 稍微咳几下就不咳啦 那你都不咳的时候 那表示病怪好了 病怪好了 对不对 鼻涕没流那么多啦 那么烦恼流 没那么强烈啦 那么一样嘛 你自己可以观察得到的嘛 但是你要吃对药 而且你要会吃药 所以它并不是 这个药 是随时都有药 法华经讲的嘛 没有一个草 不能做药 没有一个境界 不能起如理思维 你好好想这个道理哦 没有一个境界 不管是好不好的境界 不能让你起 不能让你起如理思维的 你怎么想是你决定的嘛 对不对 你要往这边讲 往那边讲 那个是你决定的嘛 是不是 那不好的 它也是因缘生的啊 好的也是因缘生的啊 骂你的 称赞你的 都是因缘生的嘛 那现在 异界跟法界 它是不是跟无名界相应 那个是你决定的 那你怎么样不跟无名界相应 你先读到 哦 原来是这样来的 你先有那个名的概念 天天想 因为你不习惯啊 不习惯 现在把它养成习惯 所以汉山大师讲 修行八个字而已 守者转身 伸者转手 你以前习惯起烦恼的 现在不习惯啊 那个 以前不习惯这样想的 现在习惯这样想 每一件事都是缘起的 所以从每一件事 都可以看到缘起 那么所以 所以有人问庄子 道是什么 他越讲 每况愈下 就每次比喻越下 像柔语 道怎么 道不是很高尚很伟大吗 怎么会跟柔语一样 他讲 那再分辨 怎么越比越 就每况愈下 每次比越越来越糟糕了 道怎么跟分辨一样呢 道在哪里 道缘起法 它任何一个都是缘起的 大便不是缘起的吗 大便也是缘起的吗 骂人不是缘起的吗 骂人也是缘起的吗 称赞人不是缘起的吗 缘起的吗 不是缘起的吗 那你从 你从这个境界里面 你看到什么 你想到什么 就决定于 你的反应是什么 你的心里面 留着什么 是不是 你生气 那个生气的痕 就在里面画一刀了 你欢喜 那欢喜的痕 就在里面画一刀了 你贪嗔痴 烦恼的痕 跟界定位的痕 一样深刻 只是 你多数在烦恼 贪嗔痴上 用心 用力 那少在界定位上 用心用力而已 那你只要 从这个角度上 每次去看 境界常常有 不可能没有 你就自己一个人 坐在椅子上 也有境界 哪来了境界 过去的 昨天的 刚刚的 那怎么没有境界 想到什么 觉得什么 风吹来凉凉 也是境界 是不是 那么所以 所以我们 养成习惯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 比你每天念佛 读经拜唱还重要 真的 因为那个是 造业的根本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 看见缘起 所以叫做 一花一叶一如来 这个道理就是这样 那么 山河与大地 全若法王生 也是这个道理 也是这个道理 当你了解了这个 而且越来越深刻 像我的话 我常常会这么想 但我也没办法 每一次进界来 都这么想 但是之后就会提醒 要这么想 久了久了 我不晓得什么时候 但是久了久了 我们就觉得 我们觉得 很多东西 其实 很多东西 一花一叶一如来 每一个法都 每一个境界 都在跟我们说法 说缘起法 说无常法 说无我法 说跟城市合合相应 深处聚受相思 他不就这样讲吗 现在是我跟你讲 但是你把这个观念 你再去看 发生的种种境界 回到家 看左右邻居 发生什么事 你再把这个法 对应上来 你就会发现 真的是这样 佛孙的真的是 如是如是 法尔如是 那个时候 你越来越深刻 每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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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不是 一个礼拜来上一堂课 你那个是 天天在上课 那一个礼拜 是来复习而已 你知道吗 那如果你没有 你没有 你就今天上堂课 回去就没有了 没有这样关 一个礼拜 差不多忘怀光了 然后再来的时候 再加深一点印象 然后回去 又差不多忘光了 又加深一点印象 你拿上擦油漆 擦一擦 没多久 脱落了 你再擦 没有 不是的 你回去的时候 现在 是你听了之后 回去 你就是天天修学 修洗了 就练习了 学而实习之 学 你现在在学 回去 时时练习 时时复习 学而实习之 那个时候你发现到 真的是这样 然后再观察自己 那个时候你才叫做 学而实习之 不欲悦夫 你会欢喜 你才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法喜充满 真的 可是你如果没有 你就一个礼拜来 上一堂课 那天 好像懂 好像不懂 为什么 不入心 为什么不入心 跟生活搭不起来 跟生命结合不起来 是不是 那你当然 就不是我的东西 现在它就是 佛说的法 就是你内心的想法 就是你实际的做法 就是你真正的看法 你怎么会不熟悉 你很熟悉 你不用书 你都可以讲一套出来 我告诉你真的 为什么 那个就是你日常的东西 就像你住在你家附近 前面有什么店 后面有什么店 那你怎么会不知道 你常天天在走 现在你回去 你要把这个东西 根成是何而生处 异界法界无名界 你观察自己 观察你周遭的 观察你旁边的 这些景象 有情界 有情界跟这个国土界都一样 一棵树 一朵花 它都是啊 那你从里面 仔细去想一想这些道理 那你看着境界 义跟法 境界是法嘛 那义 义对法界 你是不是无名界 还是如来界 活界 你这个你可以自己知道的 那么久了久了之后 我告诉你真的 你再来上杂涵 或是你不要说杂涵 你读了那一本经 你都会相应 就觉得 因为你会看到 那一本经要告诉你的 重点在哪里 因为你已经抓到重点了嘛 那每一个境界 每一个境界 它都在说明这个真理 每一个事情 就是每一天 它都是一部经 每一个事件都是一部经 它都是在说明 连起 无产 无往 真的 都是在说明 生死流转的 跟涅槃还滅的这部分 那你会发现多数的人 都往流转的那一边转 那我不走那一边 你很清楚 那么有些人 你可以影响他 那边不好去 要往这一边想 你往这一边想 你就往这一边走 你就往 你就趋向那一边 所以叫趋向涅槃道经 或是趋向生死 去苦的嘛 或是去离苦的嘛 那你要 你读这个经的目的是 要让你的生命 提升到 跟佛一样的层次 那么你必须先 有跟佛一样的想法 那佛已经跟你讲了 解脱要怎么想 生死是怎么来 那你必须要回去 随而实习之 那下次再来的时候 下次再来的时候 你已经练习过一个礼拜了 那个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已经练习过三个月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要讲的你都知道 真的 真的 那你只不说更深刻而已 所以那些阿罗汉 那些真的阿罗汉 在听佛说的时候 他也在旁边 舍利佛 目见人也在旁边 但是佛有时候会讲 更深的东西 但是他都知道佛在说什么 所以有时候会叫 舍利佛 目见人回答 所以那一些 比较不懂的 亲来的 不懂 他就会问舍利佛 目见人 为什么 他们知道了 他们已经了解佛说的 而且又天天听佛 知道佛这个意思是在说什么 因为那个佛法 就是他内心的法 所以同意解脱位 是这个 那我们也是一样 禅宗的说法就是 跟诸佛菩萨 同意疲孔呼吸 气息相同 其实是这样 说起来也没那么难 但是就是 有一个关键处 就是你在看一切境界的时候 你怎么想 所以如理思维 其实很重要 所以我常常讲 现在学佛的重点在如理思维 如理思维 要有力量 要专精思维 要给自己独处 干扰 因为干扰我们很容易 无名相应 干扰我们力量还不到的时候 容易无名相应 所以 像小孩子刚学走路 不能走坎坷的路 要走比较平的路 坎坷他脚没力容易跌倒 摔伤 但是当你脚有力量的时候 在坎坷的路 对你来讲 如履平地 所有的境界 所有的境界 对你来讲 无一不是佛法 真的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无名处 就起有绝无绝 有无绝 就会起这样的分别 有无 有无 胜 等 卑 卑就是卑裂 等就是你跟我一样 你跟我一样烦恼 你跟我一样好 那胜就是你不如我 你比我差 那么裂 卑就是卑裂 一般讲裂 这里讲卑 那么就是 我不如你 我不如人 那我们也有习惯 我们习惯跟人家比 不要跟人家比 要看着跟自己比 跟以前的自己比 我现在有没有比以前会想 我现在有没有比以前会做 我现在有没有比以前 更 更 更能 更能忍辱 更能不失 更慈悲 有 有 就要赞叹自己 肯定自己 因为 因为你依佛法 而让自己变得更好 那么 这个就是你对佛法的肯定 那么你会继续修 这个力量会让你信 信尽念定位 会让你更用功 更努力 那么你的心更安定 在这个法上的修学 你认可这样的观念 你认可这样的修行 那么你会更有力量往前进 你不用走很久 你不用走很久 那么你如果想得太复杂了 那么有时候反而会障碍 其实佛法真的讲没那么复杂 那后来的研究 把它弄得太复杂了 名相太多 那我们在名相里面 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转到十七方向 那因为这个就是 我们说我们有一种障碍 文化上的障碍 印度的文化跟中国文化 基本上不太一样 所以在讲到我无我这一部分 我们不容易转过来 第二个 文字上的障碍 文字不一样 所以这个又是翻译来的 那有文意上的障碍 就是这个文字背后的那个意理 不容易理解 有很多种说法 这一派这么说 那一派这么说 弄得我们也不知道 到底谁是对 谁是不对 也不知道怎么修 弄都弄不清楚了 要怎么修 那个地图你拿起来都看不懂了 你要往哪里走 很简单嘛 给你画了多张地图 可是你都不会看 看不懂了 那你要怎么走 你要照着地图走 你走不了啊 不要怎么走啊 那我们有时候会变成这样 但是现在其实 佛法没有那么复杂 你看 哲利佛目见年 怎么解脱的 周历盘头节 怎么解脱的 摩登前女 怎么解脱的 除分的女体 也不自治 她也不自治 她不可能懂那么多名相 不可能 也不可能 关照到那么维系 没有 但是她怎么解脱的 周历盘头节 怎么解脱的 那记都记不起来 记不起来 但是你只要这样想 方向对了 你依然可以得解脱 现在如果把我们学佛的这些 三大戏 这些拿给周历盘头节看 周历盘头节到现在都还不能解脱 真的啊 那不要想什么 那给她一本一切诗地论去读就好了 她读完 她读完 读了前面 后面一个诗句 她背不起来 可是 我们照这个道理 我们不用记很多 真的 要记很多吗 不用记很多 就是一个观念 然后一个什么 一个主要的 一个技巧而已 你就顺着这个技巧 一起去 就好像 你迷路了 你就看那个北极星 往那边一起去 你不晓得东西南北 但是你看到北极星 往那边一起去 你就会到了 一样的道理 但是可以的话 懂多一点是比较好 懂多一点比较好 那么但是 也不是都在懂这些道理 因为我们的目的 就是要趋向解脱 要断烦恼 你要一面走的时候 一面看 我的烦恼我没有减少 那么你才能够确定 我的方法是不是正确 要这样 所以 你要常常 常常观察自己 观察境界 观察自己 所以你要观人情的变化 观事情的变化 跟观什么 心情的变化 真的 变化就是什么 有因有缘的 然后你去想 他为什么这样变化 然后你要从 这个缘起里面 看到他的无常 从无常里面 看到他无我 那我因这个事 因这个人 我起怎么样的心 从我常常讲 要观人情的变化 要观事情的变化 我们在人世上 常常起烦恼 无明界 这个就是一界 法界无明界 那么你起这个烦恼 那你为什么 起这个烦恼 你一看那个缘起 跟城市 为什么 跟城市和尔森处 那处重点在哪里 你跟我见我爱相应 无明相应处 所以你了解了之后 你了解了之后 你再回头修正 回头过来修正 应该要怎么样 做比较好 我应该要这样想 我不应该要那样想 那习惯还是会那样想 但是你多想几次 你就变成 你习惯这样想 不那样想 习惯跟佛法相应 不习惯跟烦恼相应 习惯跟解脱相应 不习惯跟生死相应 所以我常常觉得 我们不是说 要把所有的经都学会 不是 所有的经都在讲同一个理 它只是从不同的角度 反复反复跟你讲而已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 只是听一次 他就能够正果 为什么 他一听就明白了 他为什么一听就能明白 他过去曾经这样 如理思维过得来 过去生 他就有累积了 所以这一生一见到佛 舍利佛穆介人 都还没见佛 只是听马圣比丘 讲佛法的重点而已 就讲两个计 诸法应援 不到半个计而已 诸法应援生 诸法应援面 就讲这样而已 我佛大沙门常坐如是说 诸法应援生 诸法应援面 就讲这样而已 他就解脱了 那个外道 一个婆陀有一次 去婆罗门的村落 有一个婆罗门长老听说 佛陀来了 都找很多人去见佛 那么他也问佛 他亲自问佛 你的说法里面 核心是什么 重要的 佛友是跟他讲 我录音说音 就是诸法应援生 诸法应援面 他听了没有解脱 而舍利佛听了就见过 见到了 穆建连听舍利佛转述 也见出国 为什么 我们听了那么多次 我们至少 我至少讲过三百次 我们至少听过几百次 为什么不能 我们还没有如理思维过 我们没有如理思维过 但是那个会越来越深刻 这一生 如果你常常这样 每一件事 你都 一面生 佛法一面生 就这样很深刻的思想 静下来想 静界来的时候想 静界没来的时候 也这样想 常常这样想 硕硕思维 所谓专精思维 最后要怎么样 要硕硕思维 先要如理思维 要一元起 一无常一无 要这样想 真诚事何耳深处 处去受想失 要这样想 想了要如理 如理之后要专心 要有力量 要专心 那么要怎么样 要一次又一次 硕硕思维 那么最后 就可以跟正法相应 我们就是做这件事而已 就努力做这件事 那么其他的 这个是最主要的 其他的有能力 就多看一点 没有 你要以这个为主 这个是你最主要的功课 这个叫做念心经 心 般若心经 心实实跟明相应 跟般若相应 跟一切法空 跟一切法无我 跟一切法无常相应 那个不是般若心经 那个就是般若心经 那个是真正的 般若心经 所以我们要 我们要 就是说 听了之后 回去要朝这一方面 每次想每次想 常常会忘记 不习惯 没关系 再提起来 再提起来 偶尔又忘记了 再提起来 就这样几次就好了 我常常觉得 三年后 你就会养成习惯 三年 那如果你快一点的话 那也不用三年 那谁知道 你在加瑟佛时代 累积了什么 对不对 说不定哪一天 你煮饭的时候 你就见缘起 人家释迦佛是看流星 你不用 你是看那个范例 你就可以见缘起 对不对 真的 有些是 茶杯摔破 有些是看鸟飞过 不一定 我也不知道 你看到什么会缘起 不知道你的普提树是什么 但是一定会有 如果你朝这个方面去做 要相信 要肯定 要努力 我们往底下看 那么我们再往底下看 说我知我见觉 如是知如是见觉 就是见闻觉知 就是你有这样的观念 那么都是什么 都是由于六处路 六处路处 就六处路 言得彼舌生意 对色身相会处 有所谓的眼界所生 耳界所生 那么所以 这个叫做六处路处 多闻圣地址 我 就是多闻的圣地址 圣地址 其实可以有两种解释 佛地址就叫做圣地址 因为佛是圣者 那另外一个就是 已经正圣的地址 但是基本上应该是 佛地址 因为佛地址 它还没有 像我们也可以叫做 佛的地址 圣地址 但是也像 舍利弗目见 那个是 名符其子的圣地址 好 它是已经正圣的 出国二国三国 才能够成为圣 那么 于子六处路处 舍离无名而生明 你看 重点就在这里而已 那么 不生 有绝 无绝 有无绝 你不起这种虚妄分别 那 我也是把它叫做骗祭子 骗是周骗 就是你对一切境界 你都生起这样 烦恼相应的 那么 圣诀 等诀 悲诀 就因为你不往那边想 你不往那边想 就好像你看见 这个人在骂你的时候 你不会想 你怎么可以骂我 你不往这边想 没有你跟我 没有你骂我 而是 佛说跟尘世合有深处 佛说有云有缘世间情 佛说诸醒无常 佛说诸受是苦 那么 你骂我这件事里面 它到底是什么因缘 它不会在 你骂我 你 我有骂 我们叫做三轮天空 我布施给你 也一样 现在是你 你 你丢垃圾给我 你骂我 你伤害我 你害我 不是这样的概念 已经不是这样的概念了 而是 而是 比如说我们这样想 你现在骂我 那佛陀说 一切法都是缘起 你骂我是什么缘起 你骂我 我们就没讲 当你在 这个时候没有你跟我的那种 执着点 而是缘起的 缘起的 就是你的心放在 那什么是缘起 有因有缘 那什么是因 什么是缘 你以我什么为因 你起烦恼 以什么为因 以什么为缘 而有起烦恼这种果 世间急 急就是生情 世间就是现象 有这种现象的生情 那我现在 对于你 骂我这件事 我又起什么心 那我为什么会起这种心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其实 你不会执着在 你怎么可以骂我 你凭什么这样骂我 我已经忍你很久 就往这边想 你知道吗 就烦恼相应了 所以它就不一样 它就不一样 好 所以 那就没有这样 卑劣 我知我见觉 那你凭什么骂我 你都比我还差 我胜 那你还不是跟我一样 我等嘛 那么 我烈 好了 那我不如你了 那我应该被老板骂 我被谁骂 那么就忍耐 但是心里面 等我有一天 等我有一天有钱 你就知道 我烈嘛 是不是 我们就这样而已啊 面对境界 面对境界 那个我质我爱 它怎么样产生 那都不离开这些了 好 那么 如是知 如是见 先所起 无名处面 那么你 你这样知道了 舍离无名 生命 又出 就是我教你 能不能这样啊 那么那个时候 不会有无名相应 就是有 很快就没有了 因为你不往那边想 就好像 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那小孩子 没有读书 跑回来 现在应该上课啊 可是 他翘课 他 什么事 好 那这个境界 你们又生起什么心 我又生起什么心 想一想 有时候 我上课的时候 有一些人就电话响 那时候我 一开始有点觉得 上课你怎么还 电话要关机嘛 又会生 但是我马上又会想回来 就要知道 这根权是何而生 处 处去受想事 不要跟无名相应 就要克制下来 就马上 马上会知道 要不然 如果就容易这样 这习惯性你知道吗 我们就觉得 你对法不尊重 你对我不尊重 我胜 我要等 我要练 有没有 你看 就实际上都是这样啊 那你也有规矩一点 就开始这样了 那这样法令出来 就是无名相应 那我们常常要 察觉到这个 我不是这样教你而已 我也这样教我自己 真的 我也是学 我也是学 那有时候很不容易 有时候就是 刚好 刚好你的执着点在那里 你就不容易转 那不容易转 还是要转 使得勉强 忠得太 就是要被他养成习惯 因为 你烦恼相应是习惯 那这些境界很多 不管是如意进 不如意进 一样 如意进入 不如意进都会起烦恼 不是如意进就不会啊 如意进就会练走啊 贪恋啊 真的 但是如意的进 比较不容易觉知 不如意进 比较容易觉知 真的 但是 不如意进 容易觉知 不容易改 不容易改 但是如果你有力量 强而有力 那么 就是你常常想想想 它就是心的力量而已 习惯的力量而已 所以我们就把它 把它 就是从这个地方去学习佛法 其实 你真的会发现佛法的好 那么你会发现 你真的是何等有幸 能够遇到佛法 能够这样学习佛法 而且 你会很相信 我决定可以趋向解脱 虽然你也看见自己的烦恼 但你看见更多的是 自己的法身 跟佛法相应这一部分 因为你的绝道能力 都在这一边 好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先所起的无名处灭 后名处崛起 就是讲这个啦 你这部经都在讲这些而已 佛说此经理 诸比丘文佛所说 欢喜奉行 好 那这些比丘听到了 那么也是欢喜奉行 那么有些就会讲到 这大部分都是欢喜奉行 有些就讲到 谁又多少人正国 多少人正国 有些时候就没有讲 那么 这个 有一些听到了之后 马上就 因为他过去有熏息 很容易就相应 很容易就相应 那么我们现在 不管过去有没有熏息 现在都要熏息跟练习 反复的复习 要先学习 然后要复习 学习之 审问之 圣诗之 明辩之 笃行之 儒家的五套工法 那么我们基本上 就是文师修 那儒家就是学习 那么审问 那么了解清楚 了解他的道理 了解清楚 审问 圣诗 不明白而要问 不知道而要问 然后问老师 问同学 问自己 那么学习 审问 圣诗 要好好了解这些道理 不清楚 要把它弄清楚 要明辨 这是在讲什么 这是在讲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那我应该怎么做 最后 笃行 笃行 切实地照这样 它不是讲底 它是路 叫做道基 哇 好快 它是道基 它是路 路径 所以你要照这个路去做 我们很容易把它变成一种理 就是知识上的 道理 知道就好了 不是知道就好 它不是理 它是理 但它不单单是理 它是道理 是道基 是要你遵循的 遵循的 这个赤地方向 你这样想的时候 就是在修行 你境界来 实际上这样观的时候 那个就是修行 叫做文师修 文师修 当修的时候 就叫做修行 那修是什么 就是你实际上这样观 境界来 你实际上这样想 你的看法 你的看法是这样 你的想法也是这样 那最后你的做法 看法 想法 跟做法 结合在一起 你就是 观圆起 那你在 你在菩提寺下观 或是你在禅堂里面观 还不是一样 那现在你不是坐这观 不是在禅堂里面 你就是在禅堂外面 看着境界 在做观 它就是观醒 就是观照 其实就这样 所以 它并不是只是知识上 我们来这里 不是学习知识 我们这里 不是学习知识 我们的知识 是让我们 可以解脱的 不只要学习知识而已 这些知识 如果没有办法 提升你的生命 改善你的生活 那么降低你的烦恼 增加你的智慧 这些知识 我们不学习 没有用的东西 我们不学习这个东西 我们要的是 可以 可以认识 我们自己 那么可以提升 我们自己 可以让我们 得解脱的 生活上 没有烦恼 它就是提升自己 你遇到境界 你都起烦恼 你就不断什么 向下什么 沉沦 你未来会 堕落到散热道 那你现在不断地 提升自己 没有烦恼 有烦恼 很快消除 有烦恼 时间不会很长 问题不会很大 程度不会很重 次数不会很多 渐渐渐渐渐 烦恼会越来越少 叫做饱滩生吃 我们不需要等到 恶果的时候 才饱滩生吃 我们现在就饱滩生吃 那么必须要有 界定会 才能够饱滩生吃 必须要有 正见正思维 才会申请界定会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先讲到这里 大家向佛渐渐渐